他来了他来了 他接到稿子就来了 大家好 我是翔子 北京时间1月9日 火箭今日即将迎来巅峰对决 他们的对手将会是目前还在东部第二的魔术 这场比赛对于火箭来说又是必须要拿下的 而在赛前火箭终于迎来了三大喜讯 看起来他们赢下比赛的可能性还是在继续提升 火箭有希望终结两连败了 首先火箭的第一大喜讯传来 主教练赛拉斯在赛前接受最后一次采访时公开确认 这场比赛球队的核心大中锋第二巨头克里斯蒂安·伍德终于要回来了 之前火箭只剩下了三巨头 但是考星斯并没有得到赛拉斯的信任 关键时刻无法上场 只剩下哈登和沃尔这两个人是很难战胜对手的 现在火箭队最关键的一个核心巨头要归来了 本赛季开始以来伍德场均23加10数据非常全面 已经成为了哈登身边最不可或缺的存在 有了伍德哈登打低才会更加舒服 在他挡拆突破或者是单挑的时候 身边有一个人能够帮他牵扯防守 而且只要对手双人合为哈登 伍德就会得到很多吃饼的机会 因此他的归来不仅仅会让火箭队增加一个最出色的进攻点 更重要的是解放哈登 没有伍德的情况下 哈登最近两场打得都很挣扎 之前一场14投5中的效率确实也不高 这都意味着现在火箭实在是太需要他归来了 除了这个小农梅哥的回归 另外一边火箭还有一个重大喜讯 本迈克勒莫也确定将会回归球队 这是新赛季开始以来第一次迈克勒莫复出 火箭队内最好的投手终于要回来了 之前本迈克勒莫迪缺席也并非是因为受伤 同样是因为自主隔离的原因 所以被迫缺席的比赛 情况和费成76人的小库里是相同的 他复出哈登身边又增加了一杆枪 如果他能够顶替大卫努瓦巴的位置 当哈登把球传出来的时候 队友就可以进行更好的终结了 这支火箭基本上就属于全员火箭了 除了豪斯 该在的球员都在 看看他们能够打出什么样的效果 也会决定哈登是否会愿意留队 最后一点 本场比赛火箭的对手魔术还迎来了一个噩耗 魔术将会有一名核心球员缺席比赛 42分先生阿龙哥登腿经受伤 对阵火箭不会出战 但是对阵被靠背的达拉斯独行侠 哥登却能够上场 只能说在这两场被靠背的比赛当中 哥登选择了独行侠 也是留给了火箭一条生路 三大利好都已经传来 火箭没有理由继续输下去了 要知道如果说火箭继续输球的话 那么他们的排名将会距离西部 倒数第一越来越近 现在他们和灰熊之间的胜差也只剩下了一场 哈登就会更想走人了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阿老板